是誰賦予你 黃傑 這麼大的勇氣 你敢公然違法搶拖別人的東西 我們在這邊還是要再次譴責 而且我再次強調 政治史上 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候選人 去搶另外一個候選人的東西 過來檢查 你憑什麼 黃傑 我覺得你公然違法的行為 到目前為止沒有聲道歉 陳其邁市長 我也要求你要出來道歉 為你偏談加害者 然後你居然用你的市長的身份 然後去等於是給警方施壓說 這個是一個栽贓的行為 抹黑 影片明明白白顯示在這裡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再次的還原真相 選擇高雄真的沒有市長了嗎 陳其邁你請假只是為了去補選 你心中沒有高雄市民 你心中只想著如何謀取政治利益 我們不需要這樣的市長 我們也不需要這樣完全視法律為無物 沒有任何法律常識的黃傑這樣的候選人 我認為黃傑應該退出選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也超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我们有请到这个高雄市立委候选人陈美亚 还有新北市立委候选人林国春 那因为这个案件呢 其实涉及到这个刑事的部分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呢 就先请这个林国春候选人 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好 各位大家早安大家平安 就很遗憾了 这我们在台湾 尤其是在高雄市是没有政府的嘛 高雄市政府的市长 针对类似 这个很明确的事件 是借势借端借力 在强迫使人行乌义务之事 我想这个真的是警察的话 一定是不敢做这件事情 那先前黄杰扮演这个三道猴子 那个里面的角色 扮演的如何 我是觉得这是见仁见智 但很明显的cosplay 在我们万圣节过了以后 在圣诞节的这一天 还在扮演警探吗 就算是有公权力的警察 我刚刚说过 也要遵守程序依法行政 否则就是违法盘查 一般的民众没有正当理由 正在模仿警察的行为 那也是违法的盘查 搜索都不算 就算抢劫与盗匪 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我的选区其实也不大 我的选区对所有团队 常常在路上碰到 但是我们都互相相敬如宾 那我也交代我的团队 因为毕竟我当过刑事组 组组找刑警队队长 都不要让人有误会的举动 就是希望不要有奥博 选举不要有奥博 大家能有一场 这个君子之争的选举 那现在黄杰 因为他在现场 那他又是现任的议员嘛 那你现场又是现任的议员 我相信他的社会经验 或是对法律的认见 都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认知 那仗着人多于体型优势 如果人多于体型优势 我的体型不是更大了 但是这个都是 不正确的行为 那对我们这个工作人员 这样子的为所欲为 如果未来他真的当上立委 那还得了 这种人明显的 是不适任 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 放大眼睛来检验 检验这个候选人 尤其我刚刚看的这个录影带 这个对我们的志工 会产生心理上很大的压力 那我想说 我是直接建议警察局有这个录影带 我们就直接告发 应该直接主动 主动侦办 主动侦办 主动侦办以后要马上传话 因为在选举期间 选举只剩下十几天的时间 马上侦办马上移送 让地检署还给我们志工一个公道 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还有我当过刑警队 目前在选举 我是这样建议我们的高雄市政府的警察局 林延田林局长马上行动 高雄市的市政府的市长 这个陈基曼 对这个案子 真的要认真对待 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国村委员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所以国村委员要先离开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 梅雅姨我们来欢迎一下那天的经过 我想哦 黄姐你可以假 然后你不可以坏 不可以违法 那事情发生到今天已经两三天了 然后你持续的神隐闪躲 然后民进党穷头到尾 从头到下都是假装看不到 也听不到这个事情 然后黄姐你本身 你也没有经过警察特考 就算是警察 刚才林国村委员讲的很清楚 你必须要出示你的身份 而且你有经过一套正常的程序 你才可以去做所谓的盘查 但是今天我们一样都是立委的候选人 你黄姐凭什么对我的攻读声 然后去把他的手上的东西抢走 然后呢去检查盘查当中的东西 这样已经明显的违反了刑法上的强制罪 防害自由 甚至呢在一开始的时候 据共读声们描述是 一开始呢 他们在现场就是在文化中心外面的人行道 他们在发放我的娃娃的袋子 然后里面是装糖果 我也带来给大家看 那天发的东西就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当天因为是圣诞节 所以我们散播欢乐散播爱 我们准备了可爱的美娃娃娃袋子 然后里面呢 就是装糖果 然后发送给小朋友 但是呢想不到突然就一群人就冲过来 然后就一直骂 然后说你们不准站在这里 你站在这里是违法的 你必须马上离开 之类讲 类似像这样子的话 用非常恐吓嚣嚣张的言语在咆哮 那重点是 他的疑似他的 不知道是随护还是他的工作 还是他的那个助理呢 居然就把共读声手上的东西 当然大家影片已经看到了 就这样子就抢走 然后还检查里面的东西 那我也拿出来给大家看 里面是什么 就是糖果 就是糖果 那不管是糖果或是文宣 今天黄洁的助理在同一个地点 他们在穿着黄洁的竞选背心 上面还有号码 然后还发送他的文宣 他所发送的是文宣品 而陈梅亚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是发送糖果 在人行道上 人行道是所有的市民朋友任何人民都可以经过通行的地方 今天到底黄洁你是有多么样的自我膨胀 你自己认为说你可以任意的在高雄的道路上 任意的去拦阻别人的去向 然后还把我陈梅亚的东西抢过去 然后检查 这个在我们的台湾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嚣张的事情 所以是怎么样的权力让一个人可以腐化成这样的一个程度 完全视法律为无误 那么所以我们就要讲了 赖清德的违剑 黄洁的强制罪 在民进党的眼中都视而不见 所以真的是民进党党政无敌吗 绿能 你不能 只有民进党可以这么嚣张的欺负一般的民众 我在讲 高雄现在没有市长了 当初黄洁骂韩国瑜请假 他骂他就说那你就干就说高雄没市长 而现在多么讽刺 回力标打到陈其迈跟黄洁的脸上 因为陈其迈请假就是为了服选黄洁 高雄的高雄市民朋友 弱势的市民朋友被欺负 陈其迈你不但不出来帮弱势的市民朋友 讲一句公道话 你还用你市长的身份对外散播说 这是栽赃 这是看图说故事 刚刚大家已经看到了非常原始的 正这个是由影片 这不是看图说故事 由影片为正 所以我们今天要提醒跟大家报告的是说 选举是一个自由平等竞争的方式 但是黄洁他们却用强迫 而且去把别人东西抢过来 检查别人的东西 这样的行为台湾政治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所以我们谴责他这样的行为 这种公然违法 感觉就有点像土霸王带着小弟 当街赌人抢人的东西 自以为是土霸王把高雄的人行道当成你家 然后就算是在你家 你也不可以对人这样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的权力傲慢 可以让你嚣张到如此的程度 我们是不是先请这个公读生 在现场的公读生先讲好不好 先还原一下当天的情况 是因为现在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公读生压力很大 我们也很谢谢今天公读生愿意来 来现场告诉我们 因为那天是24号平安夜 那我们就想说给孩子们一个惊喜 所以我们就去文化中心的门口的人行道上 跟我们另外一个公读生 我们去发送糖果 那我们在发送当下 其实小朋友都很开心 但是就突然间 黄杰他们的大队人马出现 那当时间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黄杰 只是莫名其妙一群人就指着我们 咆哮 然后指着我们一直骂 就说我们不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样做是违法 不能在这个地方发东西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我们就只是发送给糖果 然后给小朋友 到底有什么不能发送的 然后 他们就一直对着我们很凶 然后对着我们一直咆哮跟露鱼 那我们当下其实真的很害怕 也不晓得说 他到底是要对我们怎么样 是不是会把叫警察来把我们带走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怕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当下真的不太知道 我相信这个中华民国 以及高雄市 他还是一个法治的地方 所以不太可能出现 就是真的要叫警察把你带走 不然的话 我觉得黄杰 他真的就是最佳一等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刚才那个影片 那我们再请那个美亚议员再来说明一下当天的情况 好 到目前为止呢 民进党从头从上到下呢是完全神隐 黄杰也神隐 完全都没有做出回应 那甚至呢他们还说 这个是叫演员去扮演的 那个人不是黄杰 但是你可以从当第二段这个影片当中可以看清楚 那是黄杰本人 他就在现场 黄杰本人就在现场 而且由影片为证 所以黄杰你不要再睁眼说瞎话了 不要再说那个是什么叫做找演员去扮演的 然后根本是什么 含血喷人 你就是明明在那天 你做了这些行为 你让你的助理或是随护抢了我的公读生的东西 如果今天你仗着你议员的身份 可以这样子欺负一般的小老百姓 那么我们今天不勇敢的站出来 让大家看清楚真相的话 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市民朋友 是不是会被他们所欺凌 所以民进党执政之下 台湾已经没有法律了吗 是谁赋予你黄杰 这么大的勇气 你敢公然违法抢夺别人的东西 我们在这边还是要再次谴责 而且我再次强调 政治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候选人 去抢另外一个候选人的东西 过来检查 你凭什么 黄杰 我觉得你公然违法的行为 你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声道歉 陈其迈市长 我也要求你要出来道歉 为你偏袒 加害者 然后呢 你居然用你的市长的身份 然后去 等于是给警方施压说 这个是一个栽赃的行为 抹黑 影片明明白白显示在这里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再次的还原真相 谴责高雄真的没有市长了吗 陈其迈你请假只是为了去辅选 你心中没有高雄市民 你心中只想着如何谋取政治利益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市长 我们也不需要这样完全视法律为无误 没有任何法律常识的这样黄杰这样的候选人 我认为黄杰你应该退出选举 你甚至应该要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听到你对被害人说一句道歉 所以我谴责你这样的行为 你的行为就是一个公然违法的抢夺 甚至有没有构成 甚至我们的准备要加告 也许它构成是恐吓 甚至有没有违反选霸法的问题 好 以上 最后我真的再补充一句话 黄杰不要认为你自己是媒体宠儿 人你可以假没有关系 但是不能坏 你也不能违法 今天你做了违法的事情 你就必须付出代价 期视频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